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在清朝的统治期间,也确实出现了几位英明的皇帝,他们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,并且与各位兄弟之间的角逐最终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。 不过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皇帝可以说是中国最幸运的皇帝,这个皇帝就是爱新觉罗永远,也就是嘉庆皇帝。那么为什么说嘉庆是中国最幸运的皇帝呢?这还得从他的父亲乾隆皇帝说起,乾隆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。 他在位期间,中国的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,百姓们也实现了安居乐业,并在康熙、雍正之理的基础上,对于中国完成了进一步的统一,康贤盛世由此而来。而乾隆除了他的文治武功之外,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,那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握皇权最长的皇帝,同时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。 乾隆在他,25岁积累时曾经承诺,他在位时间不敢超过皇祖康熙帝的61年,所以在他在位第60年时就善让皇位,但是禅略后,他又做了三年多掌权的太上皇,直到去世,因此乾隆实际掌权时间长达63年,乾隆作为皇帝拥有众多妃嫔,这些妃嫔为他生下的皇子也不在少数,乾隆共有17位皇子, 虽然乾隆的皇子众多,优秀的人选也不少,那么为什么最后却轮到皇十五子永远当上皇帝呢? 虽然乾隆一生中有这么多儿子,但是乾隆寿命很长,他的大部分儿子都比他早去世,所以都等不到继承皇位,可以说乾隆的长寿熬死了嘉庆的十多位哥哥。 乾隆准备缠位时,他的十七位儿子,已经有十三位去世了,他们有的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,有的后来病逝了,所以乾隆在准备选择继承人时,只剩下了四位皇子可选。 剩下的四位皇子分别是皇八子,皇十一子,皇十五子永远和皇十七子永林,但是皇八子只沉迷于酒色,而且脚有点残疾,乾隆不可能选这样的人来继承皇位,而皇十一子又只善文才不会欺赦,让乾隆很反感,所以只剩下永远和永林,永远比永林年长,而且才得方面永远。 虽然在乾隆众多儿子中不是最优秀的,但至少比永林优秀,所以最终永远成为了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,所以说嘉庆是中国最幸运的皇帝,他不像他的那十多位哥哥早早就去世了,也不用经历全力的争夺,兄弟之间的尔虞卧诈,就这样白白的捡了一个皇位,不过这也还要多谢他父亲乾隆的长寿啊。